巴斯克蛋糕号称您失败的甜品 其实我把核心就是要充分搅拌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网友分享了一个破壁机的做法 天哪 这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的思路啊 不仅可以省去洗一堆的工具 关键是它会更加的细腻丝滑 这里所有食材都是常温的 这样可以防止冷的导致结块 这里除了奶油奶酪是不可代替的 其他能平替的食材呢 我都给你们标注出来了 家里面要是有的就不用特地去买 用了一个打奶昔的功能 时间上是两分钟 这样子是不会打发过头的 打完之后过筛一下 然后倒入六寸的模具后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或是空气杂果都可以 烤好之后它就是一个短短的半流心的状态 自然冷却之后再给它放到冰箱冷藏 四个小时以上 吃起来感觉是会比手中搅拌的还要细腻一点 香甜香甜的 而且我有减少的糖分和奶油样 所以吃起来不很甜腻 可以再配上一杯咖啡或者是红茶 那就很舒服了